08 這一題 其實這一題邏輯非常簡單 它主要就是要把這幾個數字 總共10個數字分別輸入之後的話 裡面它有特別講到說 它裡面要輸入10個整數 也就是不會小數點 然後判斷說到底輸入的資料 裡面有幾個是奇數 裡面有幾個是偶數 所以其實大概邏輯非常簡單 我們大概知道幾個線索 第一個一定是10個 一定是10個的話 那我們就跑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話一定就是10個 所以乾脆給Range刮無10就好了 10的話其實就0到10 等於是0到9的意思 0到9剛好就10 所以其實蠻好記得 然後再來就是判斷 它是不是奇數還是偶數 那如果是偶數的話可以整除 所以前面有寫過if什麼 if那個i的值 如果那個%2的話等於等於0 就是整除 整除的話我們就需要把它累加 就是說把它加1 所以也許我給它兩個變數 一個叫這個even 一個叫這個all 然後分別做什麼呢 做邏輯判斷 所以for i in range 剛好10個 所以跑10次 剛好其實就輸入10 就讓它跑10次的一次 剛好就輸入10個 那接下來要讓這個數字輸入的話 我們必須有個地方去接嘛 所以我們用一個a去接它 那當它輸入進來之後的話 我們用inputs去接 不過接我前面講過了 inputs一定是一個字串 所以它變成69的字串 那你要變成整數的話 因為題目裡面有說一定是整數 所以把它轉換成69的數字的話 那其實外面你可以用int 或者是用那個evil兩個都可以 當然這個考試我試過兩個都可以 至於說哪一個比較ok 你就自己決定吧 這其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去 去說哪一個比較好 當然以我的角度來看 這int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int只有三個字 int 對 ok 那如果打evil要打四個字 感覺好像要多打一個字 ok 不過是說笑啦 反正就習慣就好了 所以真的 有的時候其實沒有道理的 ok 所以你有時候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人家要這樣寫 那人家習慣嘛 你也不能說你這樣寫不對吧 ok 所以很多時候 你們要慢慢習慣看別人的程式 如果跟你寫的不一樣 不一定是你們其中一個人的有錯啦 只是說我的寫的方式不太一樣 就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沒有什麼道理 ok 你也不要一直 就是一直有一個那種迷思 就是說所謂的標準答案 因為以前可能在學校裡面 大家已經習慣說 老師你一定要給我一個標準答案 我才會放棄 因為考試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標準答案 可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啦 ok 所以有彈性的 ok 你不要一直糾結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標準答案 沒有標準答案的 ok 所以你是自由的 你不要一直說你一定要怎麼做才可以 沒有啦 ok 你要free的 所以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空間 揮灑的空間 那也就是說為什麼程式設計裡面不需要 其實最重要是你在設計 設計的意思是說我做的過程 跟我做的結果每個人都不一樣 才是設計工作 如果每個人都設計一樣 那你工廠了嘛 對不對 不一樣 ok 所以這特別注意 那我把資料填進去 那填的話因為要填總共10個數字 所以外面有個迴圈 input是一個 兩個 三個 所以分別輸入進去 但是輸入過程當中我要做什麼 一邊輸入 那我要檢查一下 你這個是奇數還是偶數 如果奇數的我就給奇數一票 偶數就給偶數一票 ok 那怎麼寫呢 if 所以特別叫做if A這個值呢 如果能夠可以被二整出的話 表示說它的偶數 當然如果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可以不可以寫這樣 不等於 所以可以啊 顛倒一下就好了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寫法很多種 你是要判斷奇數呢 還是要判它偶數其實都可以 那這邊的話我們是判斷 如果A是偶數的話 那我就把什麼呢 這個 even的這一個部分呢 把它加1的意思 就even等於什麼 等於even加1啦 不過如果你這樣 even等於even加1 感覺好像相對的 會讓程式看起來有沒有 這樣子寫 這樣子寫跟什麼呢 我們如果寫成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加等於有沒有 這樣子等於加等於 感覺好像這樣會比較精簡 所以慢慢的話也許以後 我大概就寫這樣 因為為什麼 因為感覺真的有少打一個字的感覺 有比較精簡啦 ok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程式越少越好 這是我追求的目標 為什麼 因為程式越少看起來就是舒服 清爽 對… 你看沒幾個字耶 亂玩就是這樣而已 想說程式就這樣嗎 對就是這樣子 感覺就對了 就像不管是寫python 其實其他語言也是一樣 像我VBA也是這樣子 很多程式如果不需要寫的 我一律都不要讓它出現在 我的那個程式裡面 所以我寫出來程式 就是格外讓人家覺得清爽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我VBA其他的教學 裡面的話我也是這樣在教 我就盡量跟大家說 其實不用寫那麼多 不要的通通替料 像那個VBA裡面 它的概念是可以宣告變數 也可以不宣告變數 那像我的習慣 可以不宣告也可以宣 那當然我就不要宣告了 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其他老師教 有沒有教你們的話去宣告 還是就不用宣告直接就打 有嘛 有宣告嗎 一定嘛 DIM嘛 對不對 但特別注意喔 不一定要定喔 你也可以把它寫得跟python一樣 它可以不用定喔 定哪個變數S 哪一種形態對不對 不用 全部都把它刪光光 跑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真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寫VBA 把它寫成跟python一樣的方式 是OK的 是OK的喔 所以兩邊是可以互轉的喔 只是說你要把那個邏輯有沒有 與法不太一樣的地方抓出來 兩邊馬上就可以run出來 所以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想要VBA也熟悉的話 你同樣的東西改寫一下就OK了 其實沒有問題的喔 真的沒有 只是說這一行就有問題 有沒有 在VBA裡面不能寫成這樣子 一定要寫剛剛那個樣子 OK 差一點知道一下 那L10的話反之 那我們Odd這個變數呢 我再把它加1 就是如果是整熟就是偶數吧 那這個是等於是反之就是奇數 那跑一次 兩次 一直到最後 最後的話Printer一下 Printer呢 我的奇數是幾個 Lumbrous 然後就把這個變數帶過來 這個就偶數帶過來 這樣就OK了 程式就寫完 那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程式我想再怎麼樣 我們大概同樣類型的程式好像run的N變了 而且我一直強調你知道 回圈幾乎是男主角 邏輯判斷呢 幾乎是女主角 那變數的話呢 就有點像跑龍套的 對不對 最後就Printer 差不多意思嘛 你會發現程式 而且不只是Python 其他語言我寫這麼多 翻譯也都寫差不多 所以其實我每次寫來寫去都一樣 不管什麼語言 只是它就換一個地方寫而已啦 其實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沒有不一樣 OK 這大概同樣的方式 最後Printer結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話一樣 我把這個地方Printer一下 然後run它一下 一樣就是進來嘛 它要我們怎麼樣 它一定會要求我們先輸出第一個 只是說這個input裡面沒有東西 那我就直接輸入 像這邊沒有input的真的很麻煩 所以要是你練習的時候你覺得不習慣 你自己打一下 請輸入數字 不然的話常常 像我自己也還是會忘記說要輸入 像剛剛就是以為是五熊 因為五熊回圈一直focus在五熊回圈 所以一直會忘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輸入69Enter 48Enter 一定要把這些數字全部打完 然後最後等到它因為它會算嘛 算你for回圈跑了第幾個 然後最後的話就做一個結束 然後bub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變數你名稱取別的都沒有關係 它沒有說一定的數字 一定的那個變數名稱 你用1用o也可以 如果你怕這個字打太多 你這個變數名稱 那只要不要用什麼 不要用那個數字 不是你說這個是1等於0不行 因為我前面講過 這個名稱不是固定的 最後的話我們回圈OK了 數字也打對了 Enter如果跑出底下這個結果的話 那恭喜你 你這個程式應該是對的 有沒有一樣 有嗎 OK 有沒有 而且要非常精確 你們考證照的時候 如果猜一個字就錯了 像我之前最常遇到就是 我掃一個空格吧 或者是說這個大小寫打錯 結果他就算我不對的結果 那他那個考試系統就這樣 要不就是對 要不就是錯 他不會告訴你說哪邊的問題 所以你可能自己要去把那個問題 就是自己把一些細節注意到 我想應該要考過也不是那麼困難的 但是真的我覺得也不容易 因為Python證照 畢竟跟那個Office的證照 那個Label是不一樣的 對 如果你拿一張那個Python證照出去的話 哇 其實我覺得還是會有點 有一點那個代表性的啦 走路有封倒 我覺得自己是給自己增加信心吧 對 代表說人家問你說 你到底行不行 好像老師教的都行吧 自己也覺得有點心虛對不對 但是我考過之後 你就不會這樣回答了 沒有問題 非常斬釘截別的那樣 絕對沒問題 對不對 OK 信心 有時候面試的時候要展現信心 不然人家會覺得說 你自己都沒有信心的 我怎麼會敢把事情交給你 對不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 要的應該就是說有信心的人 第二個就是說要很積極的人 積極的人你怎麼樣展現積極態度 比如說你願意去參加考試 坐在那邊 而且通過考試拿到證照 我覺得這個態度就 基本上就跟沒有去做這件事情的人 是有一點落差啦 OK 我覺得啦 不管怎麼樣 就像我說我要教這個課啦 我一定要自己去考過 所以我考過了 我來教這個課 但是如果沒有考過 你來教這個課 我看應該老師自己也會覺得 虛虛的吧 對不對 因為自己都沒考過 然後老師 所以你們如果 你們會不會特別問老師 老師你教這個課你有沒有考過 對不對 我有怕應該滿多老師可能也怕你去問他 老師你有考過這張嗎 對不對 如果沒有考過的話 他來教這個課吧 這個感覺 所以有的時候啦 自然而然這種課程其實倒也是比較不容易 就是你要自己先體驗 然後再告訴人家結果 可能會比較有說服力一點點 所以像我做很多事情都一樣 我還是以那個 就是自己去做了之後再告訴你 我覺得會比較有說服力 而不是說連自己都做不到 然後你要要求別人 那這個當然就沒有就說不過去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另外呢 其實這一題後來其實我有個解法 什麼解法 其實甚至你可以不要一個變數 這個可以不要 為什麼 這個else也不要 那你想說不要 不要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這個把它用10去剪就好了嘛 剪掉它 總共total就10個嘛 這樣不就OK 對不對 有沒有更簡單 有吧 還有沒有可以更簡單 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不過請各位自己再想想看嘛 爭索一下 反正呢 我們要的結果就是說 判斷那個到底是奇數還是偶數 然後總共有10個字 OK 所以也許第二個方法會更簡單 我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判斷那個奇偶數 那總共它是有範圍性的 所以這個範圍性的話 那我們就用4圍圈 那總共有10個就把這個結果 計算完之後再輸出就OK了 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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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